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主持人盛春 曾几何时 玉米一直是我们的主粮之一 但近些年一直是作为以饲料为主 最近我国的科研人员 他们通过育种来培育出了高蛋白玉米 这个蛋白的提高对未来的生活 第二次是我们下期再见 由于我们下期再见 首席的上期再见 是人盛春 这个拜托 我们下期再见 收LI om 我 如果 下期再见 所以 可能 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员 乌永瑞 另外一位是齐鲁示范学院的教授 陆小舵 我们国家的玉米是从什么时候 由口粮变成四料粮的呢 我们记得是从降国以后 到改革开放以前 也就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前 那个时候国家的政策 是以解救温饱为目标 我们的小麦和水稻的产量都很低 我们必须得拿一部分玉米 还有红薯缓解粮食不足的问题 而且那个时候呢 玉米呢 它也不好吃 一个是它品种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加工技术 因为现代的加工技术呢 是把外边的那层肿皮给碾掉以后 我们才去吃 在那个年代呢 我们的加工技术 只能把皮和肥乳一块去打碎 然后去吃 经常会那皮脸不碎的时候 会卡到嗓子上 就感觉口感很不好 我就想起我儿时啊 老百姓家里做饭 大米饭里面 他一定要加 玉米粒 玉米粒 补充这个煮粮的不足 那个时候小朋友 有的很淘气 就不想吃 我还记得他们把玉米粒挑出来 然后呢 大人呢 就会批评 说不爱乎粮食 不爱乎粮食 过了九几年吧 小麦啊 水稻的粮食 大幅增产以后 很少就在大米饭里面 加玉米粒了 像我小时候 要给猪去打草 打完草以后晒干 晒干以后 冬天粉碎 储存的一年 为猪吃 就是你田里边有什么 家里边有什么 才给它吃 等到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 逐渐地出现了 这种规模化养殖场 规模化养殖场 出来以后 就有饲料配方 特别是那个时候呢 追求的是瘦肉行住 你要达到一定的 瘦肉类的话 那这个蛋白含量 就一定要达标 这也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我们国家 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呢 不断地提高 不仅是组粮也很充足 肉蛋奶也能满足 我们大家的需求 那说到这个玉米 现在很多人看来 它跟我们的主粮 似乎关系已经不大了 在玉米几乎 要退去二线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做 提高玉米蛋白的 意义和价值在哪 过去讲究吃得饱 那现在我们讲究吃得好 我们将来呢 可能是要讲究吃得好 还要吃得健康 这是一个生活水平 提高了以后 必然的这么一个结果 小麦和水稻 可以解决温饱问题 但是从根本上来讲 解决生活质量问题 靠的是肉蛋 她是价值得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只能吃得好 突然想象中 你不想当多 吃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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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解决 吃得好 吃得好 脖子 我可以解决 我可以解决 不想当多 吃得好 詞曲 李宗盛 大豆连续几年进口都接近1亿吨 去年农业农村部召开了豆粕减量替代计划 希望用其他的这种蛋白撕掉 所以我们提高玉米的蛋白含量 这是一条出路 对 我们现在进口大豆能够超过80% 国产的大豆只有2000多万吨 就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的肉蛋奶80%是被别人控制的 如果一个行业80% 被别人去控制 就相当于是被别人砍出脖子 豆粕的价格提升 我们可以买 如果哪天 人家就说你再给钱 我不卖你怎么办 中国人要不要吃肉蛋奶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序幕 吃上我们中国粮 我国是一个肉类消费大国 每年我们大约要吃掉7亿头猪 120亿只鸡 仅2021年一年 我国的肉类总消费近1亿吨 已经超过了欧盟成员国和美国的消费总和 以猪肉为例 2021年全球猪肉消费量1.13亿吨 其中我国消费达5295.9万吨 占比将近46.84% 肉类消费水平的提升 对畜牧业和养殖业提出了增产的要求 而掣肘畜牧业和养殖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就是优质饲料 在我国主要出勤饲料配方结构中 生猪饲料 玉米约占60%以上 豆魄约占20% 其中豆魄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45% 是促进猪的生长蛋白饲料重要来源 然而 我国自主生产的大豆 远不能满足出勤养殖的需求 85%以上的大豆依赖进口 在过去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 强调在促勤养殖中 实现豆魄减量替代战略 缓解大豆进口压力 因此 将玉米培育出高蛋白含量的饲料用粮 是缓解我国进口大豆的捷径之一 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 所以我们说农院当中讲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那我们要高蛋白的玉米 这种子从哪来 虽然我们从十年前就发现了 高蛋白基因存在于 现在玉米的祖先品种里面 它叫大树草 野生玉米 它长得就像一个杂草一样的 它原产在墨西哥 在野外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 它是一个玉米的祖先 虽然也是有遗传学家 分子生活学家 还有考古学家 多方面合作 多方面组政 确定的这个大树草 是现在玉米的祖先 它就存在这个高蛋白基因 大树草呢 从这个野生的品种 到现在的品种 它经历了一个驯化的过程 这个驯化的时间呢 大概是发生在 九千年以前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野生玉米 和现在玉米的区别 野生玉米呢 它原产于这个墨西哥 它呢就像杂草啊 一样的就是生长 现在玉米在这个株形 它的外观上发生了一个 非常巨大的变化 首先呢 它分裂 分支很多 然后又比较像匍匐一样的生长 然后我们现在的玉米呢 分支就一个 而且是挺把质力的生长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粘地面积越来越小了 对 增加它的密质 在同样的土地 可以种更多的庄稼 你想它分支太多了 我们要靠人工掰玉米的话 希望你掰一个吃一个 比如说掰十个 还不如掰一个 那我就不如把它培育成 让它变成一个 在我们过去 没有机械化的时候 它是适宜收割的 另外呢 野生玉米的种 你看外面 它还有包围 有坚硬的壳 而我们现在的玉米 现在的玉米的种子呢 是裸露的 而且这个 它们的体积啊 相差好几倍 第二个呢 还要改变它的硬壳 把硬壳 给它脱去了 更容易被使用 容易使用 主要是方便 这个收获方便 加工 这个呢 都是就是说 人工驯化 选择 把那些 野生玉米不好的表情 那么改良成了 我们驯化成了 我们现在的玉米 好的 我们人们想要的 这样一个结果 两位今天这个 做得特别充分的准备 还把这个野生种子 和现在的种子 带来了 是吧 我第一次看到 也是吃了一惊 原始的玉米种子 居然那么小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种子的 五分之一左右 对 比我们现在的玉米种子 还坚硬的多 坚硬的多 这是它自我保护的 一种特性吗 坚硬的壳 对这个玉米 野生玉米 它到底有什么用 那么比如说 真的有鸟 吃了这个野生玉米的种子 短时间 它消化不掉 它飞走了 那么它粪便排泄出来 到另外一个地方 掉在地上 还可以生根发芽 就长出来 其实它是有利于 种子的传播的 我们现在因为 长得这么好 假如把它放在地里面 它生根发芽 你不管它 它是不会活过第二代的 因为长这么大的种子 鸟一吃 很容易就消化没了 然后这个被鸟吃了 也不怕 到另一个地方 它还可以活过来 其实后来发现了 它的营养成分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它的蛋白含量 达到了30% 后来就是在 驯化的过程中 为了追求产量 还有热量 那么这些高蛋白基因 在驯化的过程中 就丢掉了 或者就突变了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高蛋白基因 它的价值 再重新找回来 再重新找回来 给它提高到14% 最原始的野生的 玉米蛋白含量 能达到30% 我们现在不断研究 然后一代一代的育种 居然才达到14% 这是什么道理 目前市场上普通的玉米 它的蛋白含量 一般是在7%到8%之间 我们第一步 为什么定在14%呢 也是有一定的理论根据的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说我们定在14%的时候 我们前期做过评估 它就已经开始 对这个产量和抗性 没有影响了 就是我们很容易 实现这个目标 第二 很多饲料的配方 它蛋白含量就是14% 比如我们现在饲料上 用的最多的育肥猪 育肥猪 它的这个蛋白含量 需要就是14% 如果说我们育肥猪 用豆魄 玉米和腹皮的这个日量的话 过去腹皮的蛋白含量 是14% 玉米的蛋白8% 那么我就只能用豆魄 来把玉米的8% 不到14%吗 提上来 提上来 如果玉米蛋白含量 达到14%了 就不用豆魄了 就用玉米和腹皮的日量 就够了 相应的减少了 对大豆进口的依赖 对 我们算过一笔账 就是说如果 玉米的蛋白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我们中国的玉米产量 是2.7亿吨现在 那就相当于一年 多产了270万吨的蛋白 270万吨蛋白 还有什么概念呢 就是相当于800万吨的大豆 这只是提高了一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已经能提高 5个百分点了 那就相当于4000万吨大豆 我们国家进口大豆是9000万吨 那已经解决一半了 玉米不仅是食粮 更是重要的饲料原料 随着我国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变 市场对蓄产品的需求量 大大增加 培育优质的饲料 是确保我国饲料用粮 安全的关键 早在20世纪60年代 科学家们便积极地寻找改善玉米蛋白质的变异基因 我国也在1972年引进并开始了 优质高蛋白玉米的育种工作 历经50年的时间 我国科学家培育出了 玉米蛋白含量14%的新品种 这将高蛋白玉米育种工作 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提高玉米中蛋白质含量 来实现一物两用 既能满足促勤生长的能量需求 又能满足蛋白需求 最终实现提高我国饲料蛋白的自己能力 蛋白质高的这个野生玉米的基因 移植到我们现在 我们想要的这个玉米种子当中 这个怎么做到呢 玉米呢有三万多个基因 将近四万个基因 真正调控蛋白合成的基因 只有五到六个 所以说要怎么样 从这个三四万个基因里 把这五六个找出来 我从2012年当时回国面试 当时呢我们就制定了几个方案 首先呢破译野生玉米的这个基因组 为什么要去破译基因组呢 你想就是人和猩猩的样子 外观差别也很大了吧 但是它们之间的基因组的差异 只有5% 而我们这个玉米呢 就是你现在玉米不同的品种之间的 基因的差异大于了5% 那么何况9000年前的野生玉米 和现在的玉米的基因差异就更大了 所以你如果你不知道 这样的基因组序里的话 你没法破译 第二步呢 把基因给它克隆出来 就像我们只想要 我们想要的高坦白基因 我们就把野生玉米 我们和现在的玉米 砸交 砸交之后呢 这个品种里面 50%就是来自于野生玉米 50%来自于现在的玉米 然后呢我们再把 跟现在的玉米砸交 再申请 野生玉米的就剩下了25%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十年的艰苦攻关 不仅构建了野生玉米和普通玉米的杂交基因图谱 也从野生玉米中克隆道首个控制玉米高蛋白含量的关键基因 那除了我们的新品种之外 除了蛋白高还具有哪些优势 我们这个高蛋白玉米呢 其实它不光是提高子力里面的蛋白含量 它的优势是它叫全株的整个的蛋白含量 氨基酸的含量都提高了 像它不仅是可以作为子力饲料提供高蛋白的饲料来源 它还可以作为优质的轻族饲料 实际上轻族饲料 我们国家也是严重短缺的 比如说优质的木须 我们也是一代进口的 那轻族饲料是来牛所喜欢的 第二个就是说农民能够通过种植这高蛋白玉米 附加值增高了 它就能够增加它的经济效益 比如说我们算过一笔账 蛋白含量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一吨玉米的价格能提升60块钱 那我们现在提升了5到6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吨玉米能够多卖360块钱 这对农民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在山东的维方有一个做饲料的企业 它自己有肉鸡的养殖实验基地 它选了1080只鸡来饲养 分两组 一组是用它原来的普通饲料 一组是用我们的高蛋白玉米配置的饲料 最后养殖的效果呢 一只肉鸡 节约的饲料成本是三毛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一只肉鸡在当时那个价格下 它只挣1块2到1块5 也就是相当于 没有额外的去添加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利润提高了20%到30% 2021年的时候 中国出兰肉鸡是120一只 一只肉鸡 我们节约三毛二的成本的话 那给中国的肉养殖业 它的饲料成本就是节约三首个亿 这只是肉鸡的一项 中国用饲料最大的是玉肥猪 玉肥猪呢 每年用的饲料是1.5亿吨 我们初算一律比仗 如果用高蛋白玉米的话 那能够给国家的饲料成本能节约将近300来个亿 还有一个我们发现 高蛋白玉米种植过程中 我们是能节约化肥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 它本身就有这个特征 这个基因呢 它实际上是单高效的基因 高蛋白玉米基因 它单高效 它通过提高了玉米对蛋素化肥的利用效率 然后来提高氨基酸和蛋白质的合成 这个意义其实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的进展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第一个高蛋白品种达到14% 实际上我们测完了以后 蛋白含量是15.8% 已经可以出来了 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叫卓越一号 2022年吧 在海南 我们把这个卓越一号种了半目地 然后我们中国的有一个品种叫正丹958 这个品种一直是我们在品种审定当中的一个对照品种 它的适应性广 产量也高 我拿它来做对照 也种了半目地 然后我们收获的时候 卓越一号收了370公斤 正丹958收了374公斤 所以说它的产量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还有一个更让我们兴奋的 是当时我们认为我们这个蛋白含量高了 淀粉含量会降低 但是我们测出来的是国家那个营养所给测的 它的淀粉含量是75% 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国家一级玉米的淀粉含量也就是72%到75% 我们目前的试验田好像是在南方是吧 我们的这个试验田呢是南方北方都有 南方主要是为了加带的 然后北方呢才是我们的试验 因为我们这第一个品种呢是比较适合在西北种植 因为在西北种植呢它条件好比较优越 那个我们的育种呢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第一步目标就是看看 我们这个高蛋白玉米能不能实现产量和抗性不降低 蛋白含量能达到14% 如今保障饲料粮的有效供给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中国科学家通过培育新品种将玉米的蛋白含量从当前8%提高到14% 为实现玉米替代部分进口大豆目标更进了一步 随着玉米新品种的不断出现 我国的蓄丝料业 蓄母业 养殖业等将实现可持续发展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进中国种子 才能端稳中国饭碗 实现粮食安全 这个我们还需要走多长的路 还要克服哪些问题 因为中国的那几大产区 东北 黄海海 包括我们还有华北 西南 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品种 它的适应性的问题 我们用西北地区来实现了这个品种达到 反正14%但是不影响产量和抗性 我们下一步目标就不断改良黄海海地区 还有东北地区 西南地区的品种 对当地的品种进行改良的时候 我们只提高它的蛋白含量 还要让它适应当地的环境 现在有了吴老师的前期的理论基础 还有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品种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如果拿了一个品种 我们在两到三年之内就能把它改良好 我们第二个目标就是蛋白含量达到18% 然后等到再过五年 我们蛋白含量达到22% 这个所有的前提都是在产量和抗性 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目前实际上我们已经储备了这种技术 正在继续地不断地去改良 如果扔大豆22%的时候 那对大豆的这个进口的依赖 我们会更小一些 在未来随着我们技术不断地突破 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将来我们想把高蛋白基因 来导入到优质蛋白玉米里面 去创制优质高蛋白玉米 其实我们人是特别是对牛奶敏感 过敏的人群是很有用的 比如我本身就是对牛奶比较过敏 对乳糖不赖瘦 所以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喝不了牛奶 多吃两个玉米 多吃两个优质高蛋白玉米 实际上我们优质高蛋白玉米 将来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一个选择 在畜牧业方面 一旦吃了我们高蛋白玉米 对未来提供在餐桌上的肉类的影响是什么 比如说你全喂豆粕 或者喂高蛋白玉米 那么肉质的蛋白含量都提高 但是它以后产生的肉质 很有变化吗 对 会有变化 将来以后要去测试 今年我们有一个计划 我们今年在海南 海南有一个叫文昌基 也是海南四大精彩之一 我们跟海南东方亚来合作 今年多种一点玉米 然后全程地让它多选一些 选上三五千只鸡 然后去喂完了以后 看它的生长 还有它将来的肉质 对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年有这么一个实验的计划 那将来随着我们的技术的不断地发展 有可能超过老祖宗 野生的30%蛋白基因吗 完全有可能 我的未来的创想 就是想研究这个玉米蛋白含量 它到底它的极限能够 是多少 到了哪里 能不能达到大豆的水平 比如说我们进口大豆 大豆是多少 普遍的是35% 它能不能超过野生玉米 能不能达到35% 那个时候呢 可能产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它是一步一步地提高蛋白的含量 我是一步一步地把它提高的蛋白含量 转到我们现代玉米中来 我还是说那句话 就是我们要在育种途中就需要平衡了 它是追求越高越好 我是要平衡产量 抗性和蛋白含量 还有应用之间的这种关系 好 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期待 也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